那機場今天早上他們裡面的快篩裡面是有兩位是陽性 那接下來再做PCR然後再判定 今天早上那個快篩的兩名機場人員 想請問他們主要負責的工作是什麼 是負責首推車的航廈人員嗎 謝謝 對 兩位大概是負責 一個是不是同單位的 那另外一位是負責首推車的相關人員 這邊的問題大概都很類似的 所以我們需要我們的護理人員進去做相關的一些督導 昨天有說沒有必要針對機場全面採檢 但今天又說要針對第一線的9000人全面採檢 是因為發現疫情不能控制才會有臨時的改變嗎 那想問說這些第一線的人員 還有包含哪一些人免稅電的人員也包含嗎 在機場大家在防疫就像在打仗一樣 每天都根據不同的情資 會做新的一個變化跟改變 這也之所以我們要設一個前進指揮所 就是要因應快速的反應 所有的沒有說昨天講這樣 今天就不能講這樣 如果我們被自限於這樣的一個 苛救裡面 那我們的反應就會過於 就會變成怠慢 所以這裡面是隨時因應各種不同的情況 那做適當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們被人所做到最後的一個改變 那是誰能說的 這個改變 所以我們被者推測